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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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提案 非法移民學生或有資格在大學工作 孩子變性傾向近通知家長 加州立法全美首例 中加州多處野火同時燒 空氣污染持續數日 川普副手萬斯表示 中共是美國最大威脅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近日 加州參議院教育委員會 投票通過了一項提案 允許加州公立大學 招聘沒有合法身份的學生 在校園內工作 來看報導 加州AB2586號提案 允許沒有合法身份的大學生 在加州公立大學的校園裡工作 法案起草者阿爾瓦雷斯表示 加州約有4.5萬名非法移民的學生 因為沒有身份無法就業 根據聯邦移民改革和控制法 雇主不得聘用無證工人 然而 阿爾瓦雷斯認為 這項規定不適用在州府機構 包括公立學校 此前 加州大學系統 曾對這項提案表達擔憂 認為非法移民學生和他們的家人 可能因此會面臨刑事起訴 或者被遣返 而且 如果學校被查到 違反聯邦法律 也可能面臨民事和刑事處罰 目前 加州眾議院 已經通過了這項提案 還要等待州參議院和州長 紐森的批准 一旦通過 這項提案將在明年生效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張博元綜合報導 加州州長紐森 週一簽署AB1955號法案 使加州成為了全美第一個 禁止學校通知家長 孩子變性傾向的州 來看報導 億萬富翁馬斯克週二正式宣布 將把社交媒體X 和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的總部 從加州搬到德州 搬遷的主要原因是加州 剛通過的AB1955號法案 這項法案由州長紐森 在週一簽署成為法律 主張禁止學校 將孩子的變性決定 在學校轉變性別代詞等行為 通知家長 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譴責 法案會讓家庭和公司 為了保護孩子而離開加州 他也直言 連進出大樓 都要躲著暴力吸毒團夥 簡直受夠了 我認為它已經變成了 馬斯克想要離開加州 我認為這應該是 因為他把手拿走後 AB1955法案也有不少支持者 認為法案是在保護變性孩子的隱私 加州LGBTQ核心小組主席艾格曼表示 這項法案是全美首創 鞏固了加州變性群體領導 州和避風港的地位 法案還會取消不少學區先前制定的 孩子變性通知家長的政策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綜合報導 上週末 在中加州科恩縣爆發的多場野火 還在延燒 導致當地空氣質量惡化 相關部門提醒 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民眾要特別注意 上週末 加州科恩縣爆發多場野火 造成重大損失 其中 發生在週日晚上 洛斯特山丘附近的大火 吞噬了超過2800英亩的土地 但目前火勢還沒有受到控制 同時 科恩縣雙子湖附近的懷特大火 已燒毀5000多英亩的土地 當局敦促居民保持警惕 遵守疏散命令 美國國家氣象局先前曾警告 在極端的高溫下 火災風險會增加 一旦著火 火勢會迅速蔓延 這些大火也直接導致 當地空氣質量惡化 而這種空氣污染還將持續好幾天 盛華金河谷空氣污染控制局提醒 在未來幾天裡 患有呼吸道疾病的民眾 避免長時間待在戶外 今年的野火計 已經造成22萬英亩的土地被燒毀 是去年同期火災面積的20倍 數千人被迫撤離家園 數十棟建築受損 還至少有一位居民喪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博元綜合報導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正在密爾沃基舉行 週一大會正式宣布 俄亥俄州參議員萬斯 成為川普的競選搭檔 共和黨美國副總統提名人 39歲的萬斯被外界認為 在意識形態上與川普最為一致 他曾經批評川普 但後來成為他堅定的擁護者 2022年萬斯在川普的支持下 當選國會參議員 在此之前他沒有從政經驗 在政策上萬斯支持貿易關稅 反對不斷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反對美國對中國工業的依賴 支持兩黨的芯片和科學法案 週一晚萬斯作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 福克斯新聞主播韓尼提採訪時表示 結束烏俄戰爭讓美國能專注於真正的問題 那就是中共 這才是我們國家面臨的最大威脅 萬斯被譽為美國夢的實踐者 他在俄亥俄州米德爾頓出生 他在《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中 描述了童年的貧困生活 萬斯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 在耶魯大學獲得法學學位 曾是海軍陸戰隊員 打過伊拉克戰爭 後來做過風險投資家 政治評論員 他的妻子烏莎吉盧庫里萬斯 是一名律師 第二代印度移民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筆媒 宇威 綜合報導 7月16號 美國總統拜登重返戰場州 內華達州的競選活動 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 同一天 美國共和黨大會進入第二天 討論主題是國家安全 來看前方記者的報導 好的主播 週二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在威斯康新州的米爾沃基市繼續進行 現場已經掛起了政府總統候選人 川普以及萬斯的廣告牌 川普將會在週四發表演講 但是在週二晚上 他會再次回到現場觀看演講 今天大會的主題是 讓美國再次安全 話題集中在非法移民犯罪和執法力量 與會的國會議員說 罪犯混在移民中 從南部邊境進入美國四處作惡 國會報告顯示 但是在過去三年之中 近千萬非法移民湧入美國 魚龍混雜 帶來了諸多的社會問題 選戰之中 川普誓言重建安全邊境 而現任總統拜登也在收緊移民政策 週一晚 現任美國副總統霍錦麗 向被選定為川普副手的萬斯 道喜時送上了戰書 邀請萬斯在電視辯論中一蹶高低 萬斯則在接受福克斯中訪時 談到了川普的外交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 川普在上週六獄襲後 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立即發表聲明 背書全力支持川普 華爾街日報在週一報導 馬斯克將從7月開始 每個月為支持川普 競選總統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 捐款4500萬美元 直到大選結束 同時 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 將會在8月19日到8月22日 在芝加哥舉行 預計現任總統拜登 將會獲得民主黨的總統提名 而芝加哥的警察及表示 已經做好準備保證大會安全 新團電視台記者 唐無明 仁浩 微信通信 周密爾國記事報導 為期兩天的亞馬遜會員日促銷活動 週二登場 美國商業促進局提醒消費者 要慎防各種詐騙活動 亞馬遜會員促銷日到來之際 美國商業促進局提醒消費者 在網上選購時 要提防外觀相似的網站 好的離譜的媒體廣告 以及不請自來的電子郵件或電話 根據網絡安全公司發布的一份報告 6月份出現了1230多個 與亞馬遜有關聯的新網站 其中 絕大多數都是惡意或可疑網站 根據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數據 2023年 消費者報告說 因詐騙而損失約100億美元 比2022年猛增14% 該委員會表示 網絡購物詐騙是即冒名頂替詐騙之後 報告數量第二多的詐騙形勢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趙鳳華 田園綜合報導 在北美擁有700多家連鎖店的倉儲零售商 好市多 將於9月1日調漲會員費8% 帶您了解 好市多在上週公布的月度銷售報告中透露 將把會員費上調5至10美元 基本基金會員的價格 將從每年60美元漲至65美元 高級行政會員費則是從120美元漲至130美元 雖然多年來通貨膨脹嚴重 但自2017年以來 好市多的會員費一直沒有增加 通貨膨脹導致家庭預算縮減後 提供多種低價商品的好市多 更加受到民眾的歡迎 好市多透露 好市多的股票也成為熱門投資商品 公司股價在過去18個月內幾乎翻了一番 市值增加了約1800億美元 在會費上漲和最新銷售成長的消息公布後 好市多的股價再度上漲超過2% 新韓電視臺記者蔡美音綜合報導 美國有將近1萬5千家療養院 嚴重缺乏護理人員 因為工資低、勞動強度大 療養院紛紛面臨人手不足的現象 也進一步影響了照護品質 盛蓋博古論壇報報導 由於護理人員嚴重短缺 美國有120萬住在療養院的人 得不到良好的照顧 有人得了乳瘡、皮膚潰爛 有人摔倒、嚴重受傷 為了讓老人不要吵鬧 護理人員甚至需要用化學或護理方式 幫助鎮靜和安撫 目前在美國 助理護士的平均時薪是19美元 跟零售店和快餐店的工資一樣或更少 工作卻更辛苦 聯邦記錄顯示 每年有一半的護理人員離職 還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和法庭證據表明 療養院的業主和投資者 把大量的利潤佔為己有 卻沒有用來提高服務品質 雖然加州和佛羅里達等州已經立法 規定療養院必須提供最短護理小時數 來提高服務品質 但因為監管力度不夠 許多療養院護理人員即使數量 沒有達標也照常運作 沒有受到懲罰 根據報導 2021年 加州監管機構檢查了400多家療養院 有三分之一存在人員配備不足的現象 其中有236家被當局豁免 並免除了高達5萬美元的罰款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蔡美音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中國暴雨持續 不斷有人遇難 週二 河南災情嚴重 多地被淹 與此同時 三峽大壩加大洩洪 下流洪水泛濫 災情惡化 7月16號 河南南洋盆地遭遇極端強降雨 南洋周口 許昌等多地出現特大暴雨 南洋涉起縣大逢迎震 日降雨量打破紀錄 最高為638.5毫米 由於連日的強降雨 南洋多處房屋被淹 電力中斷 民眾被困 截至週二 河南有7座大型水庫 22座中型水庫 相繼啟動泄洪 或許災情擴大 在四川內江 湖北襄陽和重慶等地 近日洪水氾濫 多人被洪水濫 沖走 7月14號 湖北隋州 增都區府河鎮 一輛小客車過橋時被洪水沖走 包括老人和小孩四人遇難 與此同時 長江三峽大壩已開啟九孔洩洪 下游災情雪上加霜 氣象部門稱 未來幾天不僅四川盆地西部和南山東中南部和安徽北部等地 也多有強降雨或引發山洪 泥石流等次生災害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唐瑞雄斌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上週五 洛杉磯陸軍招募營舉辦了指揮權交接儀式 現場的華裔徵兵官表示 華裔參軍語言是一大障礙 上週五 洛杉磯陸軍招募營在市中心舉行了指揮權交接儀式 中校艾琳·弗利茲勒成為美國陸軍洛杉磯招募營的新任指揮官 我非常興奮 之前我已經在洛杉磯州站在這裡 我已經在學校參與學校 所以我做了少許的招募 但我非常興奮地成為的招募組合 通過美軍的福利和機會 指揮官弗利茲勒取得了西南大學的博士學位 還豐富了人生閱歷 近年來 越來越多華裔也想通過參軍體驗不一樣的人生 但是卻卡在了語言的這一關 甚至有去了考場中心 體檢中心 但是沒有辦法跟這些我們的工作人員溝通 他說 並不是要達到母醫者水平才能參軍 但要會基本地應與交流 其實網上有很多的資料 也有很多的培訓中心 可以幫助到他們可以學習一些基本 其實我們要求就是簡單的基本交流 以及最基本的初中高中的數學的知識 除了就業機會和學業補助外 美國軍人還享受零首付購房 免費醫保 帶薪假等福利 新當人電視台記者李佳音 江琳達 洛杉磯採訪報導 來自臺灣海外搭橋計畫的大學生 和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協會學員 7月13日 在洛杉磯喬教中心相見歡 一起為推廣臺灣進行交流 上週六 113年 臺灣青年海外搭橋計畫學員 與海外青年文化大使協會 洛杉磯分會資深學員 在洛杉磯喬教中心舉行交流座談會 他們從異鄉過來 然後打拼的精神 但同時又回饋臺灣社會 又對我們這些從臺灣來的學生這麼好 讓我覺得很感念 我是客家人 像這次我遇到的僑民 這種人是客家人 所以我也希望說 就是這些弟弟妹妹哥哥姐姐們 如果多掌握一種文化 對臺灣有認識 有熱情的話 一定可以在未來變成很好的幫助 12位來自搭橋計畫的臺灣大學生 與青年文化大使學員們 透過遊戲和表演等方式 互相學習 增進對臺灣的認同感 每次我想到臺灣 雖然我不是在那裡 但每次我去那裡 我感覺到在家裡 我想到夜市場 寶寶 基本的東西 但我們希望人們 真的要知道 特別是台灣人 我覺得BOBA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就是我們的 它會是一個文化上的符號 其實珍東奶茶 雖然是區區一杯飲料 但是它卻是連結我們的國家 跟一個不管是外國人也好 有台灣的那個Root也好 都會是一個很有力的工具 當天 中華民國喬務委員會委員長 許家青以及台灣總統府 國策顧問田一宏等多位貴賓 也出席分享經驗 如果一天你去台灣 我希望你能來到我們的辦公室 知道台灣和我們的未來 好嗎 許家青說 這次出訪美國 將近一個月 見證了北美洲台灣商會 還有多個僑團熱情參與和積極發展 而台美的文化和商業等互動 在南加州這個文化匯集地 也更加順暢和頻繁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郭約希 林永鋒 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上週 AT&T的用戶數據遭到黑客大規模入侵 並泄露的消息 為許多手機用戶敲響警鐘 如何在五花八門的互聯網和手機軟體中 保護好個人的數據安全 來看報導 如今 智能手機幾乎可以幫助人們做一切事情 打電話 發郵件 拍照片 聽音樂 甚至是處理銀行業務 所有人都必須要關心 所有的事情都在網絡和網絡上 你正在創造了誰你身處理 AT&T的新一輪大規模數據泄露 幾乎所有的手機用戶都沒能倖免 好在AT&T即時向黑客支付贖金 用戶的通話內容 社會保險號和生日等敏感信息 都得以被保護下來 但這已足以說明 所有人的手機數據都很容易被泄露 網絡安全專家給出的第一條建議就是 限制手機上安裝的應用程序數量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與手機安全息息相關的注意事項 包括謹慎發送短信 不要在手機上儲存內容敏感的照片 不要在手機上儲存帳戶密碼 關閉所有程序的麥克風功能 以及不要允許應用程序跟蹤您的定位 星陶人電視台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 再會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